有个问题出现在一个微信群里 两辆车 一辆3.7后桥速比 配12档超速档变速箱 另一辆3.08后桥速比 配12档直接档 发动机轮胎等其他配置都一样 哪个配置跑得快 哪个配置爬坡有劲 很多卡友说 3.7后桥速比的车爬坡有劲 3.08后桥速比的车 跑得快 然而正确答案是 3.7后桥速比 配12档超速档变速箱的车辆 跑得更快 3.08后桥速比 配12档直接档变速箱的车辆 爬坡更有劲 虽然大家对卡车非常熟悉 但还是会有一些误区 很多人只关注后桥速比大小 认为后桥速比大 车就有劲 后桥速比小 车辆跑得就快 忽略了变速箱与后桥的配合 和车辆的总速比 什么是总速比 变速箱各档位速比 与后桥速比相乘 就是车辆的总输出速比 很多人认为12档的超速档与直接档变速箱 超速档变速箱只有最高档的超速档跑得快 其他档位都比直接档变速箱慢 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 通过表格可以看出二者的差异 3.08速比的车辆 车轮上驱动力明显大于3.7速比的车辆 也就是说 3.08后桥速比的车辆 爬坡有劲 而3.7后桥速比 由于各档位下 总速比更小 所以3.7速比的车 在平路跑得更快 大家在选车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车辆的总速比 千万不要只关注车辆的后桥速比 只有变速箱与后桥的搭配得当 车辆的总速比合理 才能更好地满足你的使用情况